好,我又回来了 现在是2022年9月12号上午9点51分 事实上我已经很久没有去离我这个YouTube的频道了 上次最后一次录的是这部影片 应该是去年的7月13号 离现在也有14个月了 为什么有一年没有来做这件事呢 其实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好像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喉咙讲太多话了有点受伤 所以每次讲太快或讲太大声就会开始咳嗽 现在咳嗽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 所以我就尽量减少录音的工作 其实眼镜也不大好了 所以看城市看太久都会有点累 因此就好久没有去录音了 那当然第一个原因是这个频道基本上还是因应上课所需 所以我这频道录了一大堆的影片 大概都是跟上课有关 那假如说你有在关心我这个频道的话 你会发现说 事实上我的频道影片不是只有这边所写的490部 那还有一个隐藏版的东西在哪里呢 那隐藏版的东西就是这个Deep Learning with Python 2021年的这本书 那这本书其实我只有录了一半而已 而且呢是很好玩的是 我从2021年的1月15号开始录 我离现在都快两年了 那是在这本书还没出版的前一年就开始录了 然后呢大概录了一半 因为当初作者也只有写到一半而已 那所以我大概就是在去年的3月3号就录了一半 然后呢到去年9月他就出版了 出版了之后呢 到现在也快一年了 我也都没有一直去录他 那为什么都没有录他呢 原因就是因为上课用不到啊 因为呢我在上课的内容呢 很少会上到书后面的那些章节 可能后面那些章节啊 所以呢 就这样一直拖一直拖 当然很多人都有写信给我说 要不要把它继续录完啊 但是我就看看我自己的状况吧 那当然呢 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啊 自己的人生也是有很多的拖然起伏 很多的困境 那常常有学生问我说 能不能给他们未来的一些意见 那我都常跟他们讲说 其实你们现在遭遇的都 不是我以前所遇过的事情 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给你们任何的建议 何况呢 明天在哪边我自己都不知道的 就是说你去问一个招不保系的人 来看看未来要怎么发展 其实有点混到鱼蟒 所以呢 我自己人生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渐渐的也就没有在管这个频道了 所以呢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回来做频道了 那里面有很多的留言 还有很多人写信给我 其实呢 我都没有时间回 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力气来回他 那渐渐的呢 就再也不大敢来这个地方了 所以啊 你会发现 假如你有写信给我 我都看过 但是我都没有任何的回复就是了 好 那为什么 这么久没有去弄这个频道 然后今天突然要开始录了呢 那原因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因为已经开学了 那我有在大学部教一门 衍生性商品的课 那衍生性商品的课本呢 通常我都喜欢用 江户尔的这一本书 因为江户尔呢 毕竟是衍生性商品的大师 他大概从1987年 就开始写第一篇的paper 然后到现在都已经三十几年了 还是持续在写 这实在是令人非常非常非常敬佩的一件事情 他今年都已经76岁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大概都是用他的哪一本书呢 那我们就到他的网站上去看看 那他呢 大概出了四本书啦 那因为我是在大学部开课的 所以通常我都是用Fantamentals这一本书 那也为他来录了一些影片 但是呢 这本书 他在2016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改版过了 那之后呢 他一直在改版他的另外一本 就是Option Future and Other Directive 这本书 那这本书通常是硕士班在用的啦 那为什么他近年来呢 都没有去修改他大学部这一版呢 因为他在做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书 大概已经出了三版了 所以呢 大概就没有太多精力 再去改版大学部的这一版了 那当然呢 那在上大学部的时候呢 用这本书会觉得有点太久了 有点太久了 因为呢 那这几年呢 金融市场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例如说 在2021年底的时候呢 Liber要退出这个市场了 那其实这本书虽然有提到 但是并不是提到的很多 那这个替代品 收入了他衍生出的一些 衍生性商品 例如说他在 他在衍生性商品的定价上 到底有什么样的角色啊 那他的期货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啊 那OIS 也就是隔夜指数交换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等等 其实呢 都没有讲的很多 所以这本书就有点的太老了 那甚至呢 甚至用他有时候有讲一讲的 都觉得有点尴尬就对了 那当然呢 我通常不大用中文书来 因为中文书它的 更新的速度就更慢了 那何况呢 我有几年就是教学生考证照 因为毕竟技术体系的学校 有时候就是要教学生考证照 那那个证照里面书 都还有国库券期货这个东西呢 那这个都已经 好几十年前就不见了 但是题目还是有 国库券期货这件事情 我看了我都很尴尬 所以就我也不大想用中文书 所以呢 今年我就考虑说 那假如要继续教的话 那我们就试着在大学部里面 用这一本书 也就是以前硕士班上的书 就是因为毕竟它是去年出版的 那比较新一点的 因为东西也比较 比较透彻 那当然呢 很多人可能会想说 哇那大学部用这本书 会不会太困难呢 老实说我觉得还好 因为毕竟呢 在前20章呢 其实这两本书的内容 是差不了多少的 那他就把詹默的习题全部都公布在网路上 那我就觉得说 这样其实挺不错的 因为有时候呢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 那他看了书以为他敢懂了 但是事实上他还是不懂 那多做一些练习总是好的 那以前要练习呢 那我们又不大方便呢 把那个书上提供的答案 就拿给学生 这样好像不大好 所以呢 既然现在江户 他都很大方的 就把它公布了 那我们就用这本书 那同时呢 叫学生去做这里面的习题 那似乎效果会更好一点 所以呢 我就决定呢 就这学期用这本书了 那你可能会问说 那用这本书跟录影片 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那原因是因为这个样子 因为呢 你现在还是会有一些疫情的状况 那同学有时候都会说 他染疫了 所以必须要在家里休息7天 就没有办法来上课了 那没办法上课的话呢 学校就要提供一些补救的措施 那我当然不大可能 亲自再跟他讲一遍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大概就是把这个课程录在网路上 然后就让同学请大家去看 那这样的话呢 至少他的受教权 也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 在适合一年又两个月之后呢 我就又开启了这个录音的设备 好久没用了 都有点 有点生疏了 那我大概呢 就是打算 把这本书的某些部分录一录 但是呢 还是为了上课需要来录制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录制速度只要比上课速度快就可以了 那甚至呢 我觉得我假如超前部署提前赶快录一录 可能录到20张就很足够了 因为呢对大学部来讲一个学期能上到20张 那其实几率也很低啦 所以假如说我就目标把它定在线录20张的话 那大概应该也足够我上课所用了 那至于呢 我录到第20张 我猜想一定有很多人写信给我说 那后面这个东西要不要顺便录一录 那就看我到底有没有心情 因为呢 毕竟这个东西都是后面这部分 大概都是真的上硕士班才用到 那有关于硕士班这部分的课程呢 我们系上有更厉害的大佬去上 所以通常都不需要我去烦恼这一部分的东西 但是呢 假如我有时间或者是觉得心情还不错的话 或许会把它录一下 因为呢 一个东西做到一半没有做完 总是觉得怪怪的 就像呢 我这个隐藏版的Deep Learning with Python呢 弄到一半没有弄完自己 也觉得很奇怪 不过真的有时候人生 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就只能随缘分了 所以呢 大概我这一本书 我可能就打算 最多最多就是录到20张 以后呢 再看看状况怎样 好 那 因为它不大可能 短时间内看不到全本书都录完 所以录完的可能性 所以我可能呢 在我的频道里面 也是呢 会跟我的Deep Learning with Python 一样 就是把它变成是 变成是公开 但是就是 就是YouTube 它不会帮我去 帮我去推销这些影片 因为我会把它设定成 你知道在这里是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基本上你在网路上搜寻 是搜寻不到的 它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你假如说在我的首页里面呢 在我的这影片里面就看不见会有这些影片的内容 但是呢 在播放其他里面就会有 我大概会先用这种 大概有点半公开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 那因为在讲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有点偷懒了 我就直接照他的投影片来讲好了 那换句话说 我就直接拿江湖的投影片来讲了 那他都放在网路上面了 我想应该版权的问题可能不会很大 那当然呢 他的投影片呢 不可能像书上那么的详细 所以只要说大家想要更详细的话 最好还是去看书 那他投影片呢 有讲什么 我就讲什么吧 大概就是这样 那当然呢 依照我的个性 有时候投影片讲的太简约 我可能还是会把它尽量讲清楚一点 所以或许就会越录越繁琐 也不一定 好 总言之呢 我这几个月呢 大概就是要把江湖这一本硕士饭用的书 大概就是录前面一到二十张左右 现在目标预定是这个样子 好 那你可能会问说 那我之前四年前 也就是这个频道刚开播的时候 曾经也录过一个option market 那录了130部 那这个到底跟我现在想要做的有什么不同 那其实呢 以前这130部呢 事实上就是参考江湖的一本 Tondamentals来做的 但是呢里面就是有掺杂了大量的台湾市场的一些状况 所以遇到一些历史 我都会拿台湾的市场的资讯来讲看看 然后告诉你说哦 其实在延似商品里面呢 尤其是选择权跟期货之间的关系 有大概实物上跟书本上所写的 几乎是很相像的 很多台湾的状况 所以假如说你还是想知道说 台湾的状况 或者是以前发生过什么事的话 或者是你觉得我讲太快 或许也可以回来以前这个option market里面 去找对应的影片就是了 好 所以呢 大概规划就是这个样子吧 那 通常在录影片的时候的第一步都会讲一大堆废话 而且我觉得讲得还不错 但是现在好像年纪比较大了 然后讲的东西就有点索然无味了 所以呢 最后我们就来做个记录好了 既然现在在录影 所以呢 现在是9月12号 也就是冬秋节过后 所以就来随便看看行情好了 那 台湾其实在9月9号有放假 那刚好呢 过去两天美国股市都涨蛮多的 所以像今天台湾股市就大概补涨了一下 那加全股价值数大概是涨了1.78左右 所以呢 通常我假如是接即时资讯员的话 我可能就会看一下选择权的状况 那其实很多期货商都有提供这种功能 你可以把即时资讯接进来之后 然后在XR里面做一些事情 例如说这边就是画波动度的曲线 那蓝色呢这个就是波动度曲线 那当然呢通常标低屋上涨 那大概波动度就会下跌 不过呢它也只剩下 两天多就要结束了 所以大概看起来要上15000是有点困难的啦 好那像这个表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那到底我们的台词选择权呢 有没有符合期货的欧式买卖权平价定理哦 那其实这个地方都非常接近你 代表说套利的力量呢 使得台词选择权跟台词期货之间 几乎没有任何利润可以去套容 那当然呢 这里面还可以做很多东西啦 例如说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避险参数 这个都只要引进即时资讯员就可以就可以看哦 然后呢也可以去计算一些理论的价格 那你也可以去画一下隐含的 隐含的期货的分配 例如说这个蓝色的线呢 就是风险重力之下的期货未来 期货到期日价格的分配哦 那红色呢 事实上就是Lognormal的分配 那其实书上通常都会想说 对于今天假如是股权的标的来讲的话 那通常呢在 通常微笑曲线会有这种 左上右下的状况 那显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呢 左边的尾巴会比Lognormal还要厚 然后右边的尾巴呢会比Lognormal还要厚 然后像现在呢 这个周选择权的价频左右的扩动度大概是12.78 那当然呢你也可以看一下月选择权 例如说这个是9月的选择权 那9月选择权呢 其实今天蓝色这一条也是相对于紫色这一条是跌比较多的 那就是通常标的上涨 扩动度就会下跌 然后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9月选择权呢 交易量也不错了 那大概看这个欧式期货买来权平价定理 这个值也几乎都很接近0 所以呢 9月期货跟9月台阶选择权之间 其实也大概无利可套了 说真的呢 会显现在这边的资料 即使有利可图的话 期货商也都套走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个也是隐含的风险重力的分配跟Loconoma分配 那其中同样也是呈现大概左右两端都比较肥大的状况 也就是说大家预期大跌跟大涨的几率都还是比Loconoma还要大 那价平左右的扩动度大概是16.46 那当然也可以去看一下10月的啦 那10月的话呢 波动度其实就没有大跌 因为毕竟远月的波动度本来就比较比较平缓一点 不过因为10月呢 它的成交量就很低了 所以很多都是用中加来算的 也就是买卖价除以二来计算的 不然成交量这么低的话 其实很难算出太多的资料出来 那你可以发现呢 其实用中加来算的话 10月的选择权大概也都 10月选择权跟10月期货大概也都还蛮符合 投市的期货买卖权评价定义 然后你假如说你去看它外来分配的话 大概就呈现左边比较肥大 右边比较瘦场 就是一般教科书会写的那个银行波动度是左上右下的状况 好 那这个即时资讯员就是你爱算什么就算什么 例如说也可以看11月的台词选择权 那11月台词选择权波动度几乎就没什么太大的改变 那看起来呢 蓝色就是也是左边比较肥大 右边就比较细 那也是符合教科书所写的 银行波动度的曲线就是左上到油价状况 那价平的那个ATM就是 价平ATM的那个波动度大概就是19.89左右 那当然呢 这个还可以继续看下去 比如说也可以看12月的 那12月呢 交易量几乎没有 所以就用中价来算的 那你看一下这个蓝色的波动度曲线大概就是会呈现 左边比较肥右边比较肥的状况 就是左边呢 也比较肥右边比较肥的状况 那当然呢 也可以看一下隔年3月的3月的那个 台词选择权 不过应该是没什么任何的成交量可言 不过刚才在看的时候呢 我发现11月的选择权呢 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履约价格14800的卖权呢 突然有人 突然成交了3000多口啊 那事实上呢 对于这么远越的选择权呢 那成交这么多口 那事实上通常是有一些目的的啦 也就是说可能很多人呢 他对后世有点看法 但是他不想在期货做 因为期货太多人关注了 所以呢 他就在选择权里面做这件事情 那你只要没有去看的话 大概就不会发现 不然其实看起来很不寻常 在11月的选择权 通常交易量都很少 为什么有一个14800的卖权交易量特别大 那所以可能会有些人想要隐藏他的目的等等 那当然呢 也可以看一下隔年三月的状况 刚刚还没看过 隔年三月状况 其实就几乎没什么成交量了 所以大概大概你去看他那也跟期货买卖权平价定理呢 来讲就就不大那么吻合这个定理 但是你看一下他的那个 银行的风险中立的标的物的分配的话 也是左边比较厚右边比较薄 所以基本上台湾的台资选择权大概都是 左边比较厚右边比较薄状况 也就是预期大跌的人会比较多 或者是做必选的会比较多 但是觉得会涨上去的通常是比较少 那当然你也可以做很多事 例如说你可以去算一下波动度的指数 那也可以用这种几时资讯员去算波动度的指数 所以你可以依照台湾期交所 他编织波动度指数的方式 把几时资讯员把它给叫进来 那例如说我们都是用最低两个月来算 所以算出来的结果 你假如说发现你现在的波动度指数 我这边算是20.69 那你就跑去跟其交所的波动度指数比一比 发现他公布是20.68 所以事实上还是蛮接近的 那当然这个东西说真的都是好玩 那也没有办法赚到什么钱 就是你会去花那种 花那种风险中立的期货的价格分配 其实说真的也赚不到什么钱 所以这种BDE它真的有很多用处 那例如说你也可以把你的投资组合 把它给叫进来 那假如说上过我的课的同学 大家都知道我就是一直做指数化投资 大概做了11.55年 然后就是只有买0050这个东西 大概今年赔了380万 因为本来行情就不是很好 所以今年赔了380万 那累积11年半来大概是赚了1094万多 那内部报酬率11.61 那买进次有才9.35 所以有时候我都一直在想说 与其去教学生在那边每天杀电杀出 然后过了10年莫然回首一看 竟然还比不上慢慢去买指数的 这样子的方法 所以财经系到底要教学生操作的时候 到底要教他什么 其实叫他买指数 5分钟的讲完了可能对他的帮助还比较大一点 那当然你可能会想说 哇今年已经赔了380万了到现在为止 那是不是很可怕呢 其实也还好 因为呢 毕竟指数 通常投资指数的人就会有信念 就是指数呢 比较容易跌下去又谈上来 尤其呢 我之前 很久以前听过一个江湖传说 就是说 国际的股票市场呢 通常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你今天假如西元呢 012结尾的年份呢 通常就表现比较惨 然后呢 34呢 就会表现得比较好一点 然后 5呢 又会表现得比较惨 然后呢 67又会表现得好一点 67 然后8呢 又会表现得比较差一点 然后呢 9又会涨上去一点 那我觉得 过去30几年来看呢 这个趋势 好像还挺准的呢 那除了今年比较特殊之外 因为今年呢 除了最近比较特殊 因为可能太多人知道这件事了 那这个配很多不见 所以呢 像2020年其实还是涨的 2021年还是涨的 那是2022年呢 依照 依照他说的这种状况呢 其实 012应该都是跌的 所以呢 这三年应该都是跌的 但是呢 涨了两年 跌了一年 事实上还过得去啦 而且假如说相信这件 是个这个江湖传说的话 其实 2023 2024应该或许就有机会了 所以做指数化投资 大概真的就是没事可做 放着就 就大大部分时间 其实都是放着 但是绩效还可以接受 就是了啦 那假如说呢 我每天在那边跑来跑去 像我十几年前一样 每天在那边跑来跑去 虽然运气不错啦 也是有一些不错的结果 但是我每天假如跑来跑去的话 那等到年纪大的话呢 可能能不能守得住 还是一个问题哦 而且呢 最重要就是 假如每天在那边跑来跑去的话 根本又没有时间来录这种影片 所以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好 那我们 这第一部影片就这样吵吵的结束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 好像头脑反应越来越慢了 好吧 那就先这样子吧